台湾人对吧 我是曾经中国人 我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回国 你说我们做这个事情 我们是在帮谁 我们其实是在冒着我们的一些风险 我们去帮助那些 受到中共铁拳的小粉红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旁边这位是强国反贼 胖板赵立坚 然后他今天身重病了 我带他去花莲的实习医院 看现在有比较好一些 那我今天在推特上看到一个影片 真的我觉得这个影片 可以让小粉红破防 但这个影片或许小粉红会说 什么台湾演员在演啊 咱们中国又没有这回事 好那我想说 那我就请一个在中国生活 一个十几二十年的人 来分享一下 他也在中国出生 看一下这个影片 是不是真实的中国 财富呢 早餐吃饭了吗 没用 光不忙 这挣钱了 背心口音 一会儿一会儿把这些钱 你都存到 你结好去啊 一会儿四万块钱吧 什么车呢 车先停一下 先把这些事儿都办完 还有这几个卡 靠子住多长 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个 走转到美国 把这趟儿子那里 你知道啊 知道 又贪这么多钱 别那么多废话 咱们现在一共存多少钱了 一个亿多一点 从今天开始 你要陆续把咱们的钱 转到美国儿子那里 知道了 你以后还是少贪一点 放手 你知道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不贪了 以后查到 也是吞 是这样 我贪一个亿 和贪十个亿 是一样的 确实 他说的是 是吞的 他就是查出来 也不能相逼我 也不能砍我的头 你怕什么呢 最多判我个无期呗 判完以后 你让儿子给你打点钱过来 活动活动 不就变有机了吗 有机以后 再活动解情 几年就出来了 出了以后 咱们还是有钱人 还是人上人 假如 战争爆发了 咱们就跑到美国儿子那里去享受 从这个影片 我能理解就是 很多中国的赵家人 不管是官也好 或是大企业的那种老板也好 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儿女在美国 甚至想要拿到美国籍 然后钱就是往美国 或是什么瑞士送嘛 有时候在美国真的看到 中国很有钱的人 就是有钱到一个靠杯 真的是无法想象的有钱 或者说不止在美国 在加拿大 对 加拿大的温哥华 还有在澳洲 就是都有很多这样的人 不仅是美国 但是美国也是情无之一了 所以他们在贪那些小粉红的钱 而且他最后说了 就算中国爆发战争 他们往美国逃 但你要知道中国真的发生战争 不管是打台湾什么 一定都还是跟美国有关系 你们小粉红看到 人家最真实赵家人的反应 你们还傻逼的在那边 喊爱党爱国 为祖国冲锋陷阵 那你看到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影片 它可能是有人就故意拍的 它不一定是真实的 但是描述这个现象 它可能就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就看 我们如果找外网的新闻 会认为我们造谣 对吧 可是我们去找了一些中国的新闻 比如看到那些官员 他们多少钱 他们是不是由海外转移资 是很容易看到的 然后还有包括你说的 比如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中国人 住在澳洲 细腻的中国人 他们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房子就是中国的哪个大贪官 他们家的 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都知道 所以这些事情就是 他描述这个事情 它肯定是事实 而且钱的其实是不止一个亿 因为你要知道在西方国家买一个大的豪宅 一个亿的人民币是不够的 小粉红看到这个 你觉得他们会醒 还是会想说 算了 我也要当这样的人 很多人来到来过 他不是说是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要追求人生平等 他会希望说 每天我坐到这个位置 我都是人上人了 我就可以指挥你们 去支配你们 他们有时候 说我要自由 我要平等 其实他要的是要特权的 对 他要特权 中国这个社会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少部分人 想有特权 小部分人是人上人 大部分人是韭菜 是被压杀 是人下人了 想到 然后这些人下人 他们这一辈子的目标 是变成人上人 而不是跟这些人上人 就是大家人人平等 然后就没有人下人 他们不会这样 中国社会同意 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观念 就是人人平等 到现在也是没有 从来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 对 即便是下沉的韭菜 他们今天 我假设 搞个农民起义成功了 他们又会变成 另外一种人上人 中国古代不都是这样吗 中国古代 农一起失败了就失败了 他们都会死很残 成功了又变成一个造家人 成功了又变成皇帝 对啊 印象朱元璋是 半个破完棋家 他传统的一个乞丐 底层是底层 他们都享受了 各种各样的 帝国的任务就特权了 共产党以前出生 也是很低伪的 后来现在就是人上人 而且他们就是 他们会说 老子打讲声 儿子就该做讲声 虽然在共产党 官司方文件中 不会这么写 可是如果你去跟他们交流 或者说 他们有些不小心说到嘴 他们真的会出出这样的话来 其实新闻有报道过 就是有些皇二代 他们会说 对啊 就是我本来就是 我老子打讲声 就是我不要做讲声 对啊 之前不是有 把那个车子开到 直径城里面 对啊 对啊 其实海外真的好多 大贪官的儿女 有钱的程度 不是台湾人可以想象的 很夸张 做不到 过台评可能都比不夸 确实 哇靠 你看这些钱 如果是流回 民主自由的中国 中国是发展不会很差 我觉得 对不会啊 而且就是中国对这个 就是普通的百姓 它是有 我记得你应该知道吧 就是有个外汇管制 对啊 它可以就是换的美元 不能超过五万美元 对啊 可是你想想这些 它的流失 它大多数是通过 普通百姓流失 还是通过这些流失 当然是招家人啊 对啊 然后他们又在限制 普通民众 对啊 就是你没有这样的自由 去兑换很多钱出来 就是其实我几年前 比较一个印象深刻 县级的县委书记吧 还是什么市委书记 不是直辖市的哦 就那种层级比较低的 他们家挖出 好几亿的黄金 几千万 就它的级别 我觉得换到台湾 可能就是什么 县市级的那种小局长啊 那种 在中国就可以 贪到这么夸张的钱 那你更何况是省委书记 对啊 或是副国级的 是啊 包括就是你知道 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不是台湾有公布 就是每一个总统候选人 副国家公选人 他们的资产申报吧 然后赖心得不是很少吗 嗯 然后就是不用说小本 小本都觉得不信了 你知道有很多反共的中国人 他们在推特说 靠北这是一个国家总统耶 就这么点钱 就很多反共中国人 都不可思议 就是因为赖心得的钱 他跟随便中国的一个 可能派出所的一个所长 公安局局长 他都比不上 完全比不上 村委书记都比不上 哇操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对啊 好夸张哦 民主国家也都会发生贪污 有会有贪污 更何况是不透明的鸡圈国家 有贪污 对啊 因为其实小粉 我有时候拿去去说事的时候 他们就说 民主国家有贪污 对都有贪污 但贪的不是一个级别 对应该是不是一个级别 还有呢 就是说 他们贪的可能确实是没有抓出来 对啊 然后但是他们有反对党在盯着 他们有新闻媒体盯着 会更难去探了 民主的也会盯着 所以的话就是 如果你这些都没有发现 那说明他们的手段很高超 那没有发现是很正常 可是在中国 比如说习近平面前的护人 或者习近平本人 其实有人敢查他吗 没有人敢查他 像李强 只有习近平敢查他 李强下面的人 甚至同级的也都不敢查他 对啊 就是如果你是习近平的人 就没有人敢查你 除非有一天 就是说你的政治斗争失败了 这样的话你会被查得很惨 对 对你会被查得非常到底的 你知道习近平当年最大的政敌 就是重庆的市委书记叫薄熙来 他我现在好像最后查说 他说只贪污了500万还是1000万 很多中国人觉得 这不像贪官 因为一个重庆 主义家市的市委书记贪污1000万 这不像贪官 因为一个村委书记 贪的都比他多 小了 对啊 所以很多人认为 其实他没有怎么贪污 因为1000万对他来说 就不算有什么事情 在海外的中国人 小粉红他们爱打爱国 这个人并不是说只有一类人 不一定了 第一类人就是他们 本来就是很富有的人 赵家人 或者是富二代 或者就是跟中国这种体制 有很多构结的人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体制 才挣了那么多钱 所以他们来了海外之后 他们当然还要爱打爱国 因为你不爱打爱国 那钱他们那些钱从哪里来 两个点心的例子 一个是当年在多伦多 加拿大多伦多开跑车爱国 就半国其爱国的钱 这很典型开跑车 第二类人就是你知道 有人叫孙子杨 我知道 他当时有在南加州大学去怼香港人 他们这种都是属于这种既得利益者 这是一类人了 第二类人就像我这种 就是说可能学习成型还OK 然后中国家里面是中产 如果没有钱 我们也是出不来的 但是说出来之后 我们肯定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赚钱 去养活自己 这些人很多 就是说他们在中国都是比较一二千城市长大 他们的环境都还不错 然后他们也没有遭受过铁拳 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这样的 就是党国教育 他们生活还不错了 然后有机会让他们到海外 然后到海外 因为他们很多 就是他们需要自己去 就你知道在中国 就是他们有父母的庇护 可能父母也帮很多 可是来到海外 他们要自己做 所以他们会觉得 我在中国其实过得比 在国外爽 因为我在中国 有中国可以帮我搞的 很多事情 确实 就比如说 如果我还留在我的家乡 我有一大家人都在家乡 所以如果我遇到 有什么事情 他们都可以帮我搞的 可是我在美国 所有事情都要我自己去做 这是第二类人了 就是说 他们也算半个技能力者 没有像赵家人那么技能力 但是起码他们不是党国的受害者 然后第三类人 就是说是 真正就是可能比较穷的人 但这样的人在海外比较少 毕竟大部分来说 中国人 穷人是出不了国的 但我确实有遇到 我读书期间一个室友了 因为他是有 申请全额奖学金 他在中国读硕士的时候 他是有 他们家付不起硕士的学费 所以他申请中国的贷款 他来美国之后 他拿的是全额奖学金 他有拿美国的全额奖学金 去还他中国的贷款 可是这样的人 就跟你频道那些阿强哥 就比较类似了 虽然他的学历是很高 虽然他读的专业是很厉害 可是他的思维 他就接受这种思维 还是中国那种很浓俗 都爱他爱过的教育 他们是真的不懂 就是没有醒过 他现在来了美国之后 他拿着美国的美元 去还他学贷 他不会感恩 他没有这样感恩 这样的人在美国比较少 因为总体来说 能来到海外读书的中国人 或者生活的中国人 还是第一类和第二类人居多 但是你想 就是在海外的中国人 第一类和第二类居多 可是在中国这片国土上 14亿人里面 这些人是少数 大部分还是比较低层的 他们没有机会出国 所以中国这个党国体制的 第一类人是既得利者 第二类人是没有受害 但是中国的大部分人 其实还是在就是说 就是被党国破坏 所以他才能很低的工资 你知道那个 问去澳洲的北极碾鱼吗 对我知道 北极碾鱼 他是赵家人 他是既得利者 他讨厌小粉红 他鄙视小粉红 其实我觉得这种 鄙视小粉红的赵家人 应该蛮多的 但是他是公开的 还在微博这样平台 就是直接鄙视的 还是我们家存在有九位数了 就是九位数就至少一个亿 他爷爷的级别也没很高 所以他说他们家有九位数 这就是很真实的中国 对就是这样 所以我真的 有时候替小粉红 我觉得你连自己维护的人 都讨厌 对是这样 海外人对吧 我是曾经中国人 我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回国 你说我们做这个事情 我们是在帮谁 我们其实是在冒着我们的一些风险 我们有很多风险 我们成功有个代价 我们去帮助那些 受到中共铁拳的小粉红 我自己也没有受过铁拳 我们是在帮助那些条小粉红 可是他们都来讨厌我们 他们去维护 那个迫害他们的党国 然后那破坏他的人 还在笑他 对 好了 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九 下次见了 拜拜